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 来到了玉璃镇的艺文中心 演出《桑可的暑假》 县长徐真卫也到场来欣赏 徐真卫也表示 这一次能够邀请到无独有偶工作坊 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得 也希望借由偶戏剧的演出 提升民众对于偶戏的认识和总视 并借由中外不同的文化激荡 来发展出新一代偶戏剧场的风貌 假面战士 假面战士来定工 谁月6号傍晚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 来到玉璃艺文中心演出三可的暑假 徐真卫立临现场观赏演出 并且表示 这次邀请到无独有偶工作坊相当难得 希望借由偶剧演出提升民众对偶剧的认识以及重视 并借由中外不同的文化激荡 发展出新一代偶戏剧场的风貌 三可的暑假改编自已故儿童文学家李同鬼竹林的原创作品 作品以蓝阳平原故事为主题 描写童年所经历淳朴的农村乡村生活 以偶剧呈现海底时代纯真的情感跟直率 以及孩子单纯对于爱与陪伴的渴望 让各地观众除了童年时光的共鸣以外 也借由故事情节 接触地方风土色彩的土地故事 增加对于台湾各地认识 以及不同地域生活的文化热统 记者沟松双域采访报道 航空宣盈 伤»